之前我在基隆那边待十年 然后回来 这个做小东西 我只是利用我空档的时间 然后利用晚上时间 就慢慢弄这样子 小时候就看着老人家 在做手工艺品 做小刀子小饰品这样子 是老人家的智慧 你看真的厉害 那个是用像的 这个是铝的 跟那个夜光螺 切小怪然后再抹眼缘 然后相近切